只是由强者书写的,连客观事实都能改,改几个字就太简单了。 有时候,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了国泰民安,会采用愚民政策,所以像《道德经》这种王者之书,是不能让普通的。 但《道德经》已经深入人心了,怎么才能隐藏它的秘密呢? 方法是改变字意。 比如上山若水里的这个善字就被改过,为什么偏偏要改这个字? 因为这个字,里面蕴藏的能量非常强大,强大到什么程度呢? 所有强者畏惧,连强者都畏惧的东西,到底是什么呢? 我们现在来做个实验,把一大堆钱和一大堆香蕉放在猴子面前。 你猜猴子会选什么?猴子一定会选择香蕉,因为他不知道钱可以买更多香蕉。 现在,我们把善良面前,大家一定会将它解释成善良,因为说文解字里写得很清楚。 善即一也。 《道德经》第八章里写道,上善若水,也就是说,善就像水一样。 如果你能弄懂水的秘密,你就能弄懂善的隐藏秘密。 我们先看看李选择对水的理解。 散开你的心,就像水一样的形状,像水一样。 你把水放入一杯,它变成了一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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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水可以流动,或它可以崩潰。 是水一样,我的朋友。 很明显,李小龙不但看过《道德经》,还理解了善的本意。 善,并不是善良的意思,而是纬度的意思。 上善,就是高纬。 老子说,高纬度就像水一样无常,水善力万无而不争。 这里的不争,不是不去斗争,而是不在乎的意思。 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,不要去在乎固定形式,要像水一样无常。 因为无常是一种高纬度。 什么是无常,老子马上就解释了,处众人之所物,顾己于道。 意思是,普通人做不到的,就是无常的本质。 什么东西,普通人做不到呢? 居善地,心善冤,与善人,言善信,正善智,是善能,动善。 居善地,以为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。 心善冤,以为思维也要无常,思维有四个层次。 最低层次的是感性思维,其次是逻辑思维,比逻辑思维更高的是发散思维,而发散思维就是一种无常。 当然,这关系到认知的秘密,这里就不惜说了。 与善人,以为无常的奉献,人在道德经里不是人爱的意思。 因为那时候,孔子还没有发明人爱的概念。 什么是无常的奉献,举个例子,在两性关系中,不要一味地付出,而是要一边付出,一边索取,一会热情,一会冷,一会高兴,一会生气。 由于能量来自事物的差异,所以无常可以增加频率,从而提高容灭值。 这就是让对方永远爱你的方法。 严善心,以为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实话,该说假话的时候说假话,不要永远说实话,也不要一直说假话。 一切根据情况而定。 正善智,正,在这里代表征战,意思是军事谋略,要无常,不要按常理出牌,要让人琢磨不透,就这三个字,就超越了整部孙子兵法。 这才是顶级智慧,事善能,以为无常的才华,才是工作的真理。 无常可以发散思维,由于发散思维不像逻辑思维,它没有必然因果关系,这样一来,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提高了,这就是无常的才华。 我想,周星驰也是看懂了道德经的,否则,他又怎么知道无里头,就是一种无常的才华呢? 动善是,以为执行要把握时机,把握什么时机呢?把握能量的时机,在能量波峰到来的时候再动,这样才能趁势而为,否则,就是再做无用功。 善,就是无常,什么是无常?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,不为因果的发自为和行为,要创造能量的差异,要在必要的时候说假话,要不按常理出牌,要趁势而为,这就是无常,这就是善的本意, 这就是一种高纬度。做到无常有什么好处呢?福为不争,故无由。 福在这里是注词,没有意义。这句话的意思,是你强大到什么都不用去在乎了,因为你已经熔灭了所有,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灾难。 很不幸的是,李小龙学会了无常,但他并没有完全做到无常。 当然,即便是做到无常的一部分,也让他成为了强者。这就是道德经蒙固之处。 理解了善,我们再来看看这张阴阳图,你认为黑色里白色的那个点是什么?白色里黑色的那个点又是什么? 你确定你真的理解他的秘密吗?评论区告诉我吧。 我谢谢你,你根本来 autumn,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